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北京方面还没有对于习近平对于俄罗斯的春季访问进行确认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敏感点上和普京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实际上是非常敏感 至少在观感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事 那为什么北京会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临界点选择去莫斯科见普京呢 这一点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来自南华早报引述一位俄罗斯裔专家分析说 对于习近平来说向普京来介绍之前布林肯访华访华 和俄罗斯裔弹行程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普京就会避免一个错误的印象 认为美国成功的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制造了另外一个冷战三角这样的一个分裂 但是同时北京呢也受到来自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要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那么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啊 有关于中国在卢乌战争到底起到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本身到底如何看待卢乌战争 如何看待现在啊 卢乌战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能源价格 以及对于整个欧洲以及世界的一系列影响呢 我们是节目讨论了多日之久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啊 普京为什么邀请习近平在春天进行访问啊 习近平会跟普京说什么 何明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预测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更加勇敢一点的话 我建议是访问莫斯科同时也访问基辅 因为这个呢是中国领导人真正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从战争一开始我就确定了中国的三个原则 这个三个原则到现在为止是给不动不了的 那就是中国不可能支持俄罗斯去清联另外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尝试 所以你简单的说 中国领导人去俄罗斯去访问 中美中俄之间如果建立一个联盟 只有一种情况之间发生 那就是美国把中国逼得没有任何出路了 这个时候他可能不得不去选择俄罗斯 但是美国不会把中国逼得死路 世界上也不会把中国逼得一个死路 这一次习近平能够去俄罗斯 其实一方面是对从现在西方给中国的压力 同时呢也显示出来了 就是说中国试图开始主动的在俄乌战上面做一些文章 这个文章有两个方面 第一 今天南华早报的文章就判断出来 因为刚才李吉博士一开始说 我们这个问题没有分歧 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层次的这个思考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俄国战争 站在这个西方的角度来讲 支持乌克兰的角度来讲 必须在今年的夏季打出一个胜伏 这样的话呢 让西方不至于长期陷入到这个战争中间 西方受不了 乌克兰也受不了 但是这个战争用坦克或者是用现在法国的领导人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说甚至不排除提供这个战机 坦克和战机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就是说把这个乌克兰的南部 甚至克里比亚能够收回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俄罗斯在后面不得不搭下了屯下之门 这是西方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想法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昨天讲了凯南的这个报告 非常感谢这个李吉博士提供的这么一个 一个思想家的一个分析 一个他当年的一些思考的分析 使我的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西方里面的一个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是一个拥有一多人口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长期他的一些思想 他的一些意识形态 虽然给人来文明创造了很多东西 但是同时他有他的一定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 刚才艾瑞克也讲了 他的敏感地方是我们这些局外的人 其实是要适合去理解的 适合去了解的 他不是简单的一个一个人的战争 西方很显然把他描述成为一个一个人的战争 就是说好像是普京这个人发疯了 普京这个人怎么样 其实现在的国家 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博文斯在2008年吧 应该是还是更早 我忘了啊 给当年的这个美国国务卿 那时的报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东部的这部分情感 或者是他们的政治诉求 不是普京一个人的想法 是整个经营车争的想法 或者说放在更大一点 是整个俄罗斯的人的想法 如果你服侍了这一点 你就没办法找到一个 俄罗斯为什么在自己身为一个联合国的理事国 居然在自己的情况不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 你理解了这一点以后 你就会找到最终解决乌克兰这场战争的一个钥匙 这个钥匙就是说 按照西方的观点来讲 我就把你赶回去 对不对 按照正常的现实处理 我们看一看 热战之后的几场战争 无论是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包括现在刚刚结束的阿富汗战争 它最终都没有办法达到西方的目标 它不像曾经 曾经的热战非常简单 我把你整个国家就毁掉了 现在的这个战争不会达到一种 我把对方全部毁掉的地步 所以它最终必须是一个谈判的一种状况 那么如果是一个谈判的状况 双方都在想谈判之前使出最大的力气 把对方能够压下来 这就是朝鲜战争和约战的一种 最后面为什么会搭成这个所谓的几巴线 十七度啊 三八线啊 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俄乌战争在上面也脱离不了这一点 不像福山这些头脑发热的那些政治学者讲的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那不是以它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是以普京的意志为转移 那假如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话 中国领导在这个时候去莫斯科访问 就有了它的这个战略意义 他认为了这场战争实际上有可能 竟把俄罗斯拖住了 我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那不止习近平佩服普京了 是普京要求这个习近平了 习近平更牛气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了 这场战争实际上把欧洲拖住了 也把美国拖住了 那么你的战略的重心 真正要打击亚洲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力气还不够 你再加上现在中东的问题 伊朗的问题 所以中国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但是我们注意到 乌克兰的这个 乌克兰的总统夫人 在达伍斯论坛的时候 专门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 这么现在 有些人看起来很方便啊 你怎么向中国人求中国人呢 但是你们就看一看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缓冲作用是谁 是中国的敌人啊 苏敌啊 印度啊 印度在那个时候反而起一种缓冲作用啊 东奈亚这些国家当时发展的国家都是站在调和的角度 中国人别打了 美国人你别打了 为什么 因为缓冲地大的这个角色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是能够帮助这个战争的缓解 我很期待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和 会降低 普京的某些妄想 中国领导人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劝解 这个普京 降低他的这个诉求 就有可能呢 回头再跟乌克兰谈 或者是跟美国谈 我们怎么样这个 这样一个冲突的地方 首先天天火 然后再来讨论 怎么去保护这个地方的人民 对吧 怎么去不要伤害到乌克兰的这种合法性 因为乌克兰是合法的 拥有的这些领土的 但是 但是你俄罗斯 又不能呢 把它跟原来的这历史的结构完全切开 你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当然 比较理想的状况 就为了建立一个特区 建立一个特区 这个特区是怎么形式 有联合国来托管 还是有怎么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西方的这些英叛就认为 包括北约一些领袖 包括像胡三这样的 政治发热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判断正确的人 但是他 在政治上还是非常有影响的人 他们就希望通过 颜色改变继续发 发叫然后去把俄罗斯给彻底摧毁 当然我们在这里评论 我们对这个战场的情况了解的还是非常少的 尤其像我了解的非常少 我不知道这个坦克也好 军机也好 最终会多大程度上根本上改变局面 还是说这只是在谈判的时候 让乌克兰拿到更高的筹码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 到俄罗斯去的这个访问 在某种程度上 既然是跟美国关系的一种对冲 同时可能又得到了美国的某一些 这个理解 谅解 因为原因就是 当今世界的冲突里面最好 起到一个 一种 调节作用的角色 那其实就是中国 我非常同意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 就是应该 起到一个更重要的 你世界老二也好 你是世界伟大的一个力量也好 尤其是和俄罗斯是一个传统盟友也好 这个时候其实全世界就是在看着你 希望你去调解 但是我总觉得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上面的积极度不够 眼睛就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需要你去调解 尤其是中国 和俄罗斯有那么那么强的经贸关系的时候 你手上有很多筹码 你如果能把俄罗斯和 乌克兰这个事情调解的有所进步的话 这个全世界 是会买你中国的账的 是会让你觉得 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 我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另外在在刚才和平的和平先生的介绍中间有一点我需要补充一下 他一直在介绍就是要考虑到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怎么怎么去考虑西方的感受 考虑俄罗斯的感受 但是他唯独没有提到要考虑乌克兰人的感受 乌克兰人是被侵略的 乌克兰人想不想打 这个由乌克兰人说了算 我们要需要考虑 这里面最大的受害者 乌克兰人的感受 如果他们要打 我就支持他们打 就是我的态度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RV的介绍